中研院长翁启会昨天向马英九总统报告 并没有当面请辞 而总统府希望他在慎重考虑 上午7点54分 中研院院长翁启会的白色座车抵达总统府向马总统报告 对于号顶风波越滚越大 长到一个小时的会面原本外界预期 翁启会当面向马总统请辞 但翁启会并未请辞 只表示愿意配合办理提前交接 王启会也带了一份信函 向马总统说明立场 强调因为号顶案的发言 以及为主动揭露女儿持股 引起社会疑虑 导致检调介入调查 重创中研院以及他个人声誉 也造成马总统困扰 再次至上深深歉意 也保证绝对没有内线交易 操弄股价 女儿购买号顶股票的资金也来自父母 更无借买中研院技术或贪图情势 强调辞职不但会造成人事极大动荡 也会引起国际关切 影响我国际声誉 如果新院长能及早确认 愿意配合提前办理交接 也会尽全力配合调查 厘清真相 翁启会没有请辞 朝野立场一致 要翁启会下台 翁院长现在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院长这个职务 应该要尽速辞职 让我们国家最高的研究机构 能赶快回复正常的运作 当下你要是不辞职的话 等于是整个中研院 让你一个人拖着 在那里蒙羞 所以说我认为说 在当下他应该要请辞 一次负责 某企会坚持不辞 马总统未来有几个选项 马总统可以立刻签选下任院长提前交接 或者退回名单 重退院长候选人名单 不然也可以继续道德劝说 希望翁启会主动请辞 或者立刻撤销翁启会由副院长代理 也可以消极不处理翁启会真意 和院长新人选 等到520后 由新总统蔡英文处理 翁启会涉入号警案 被检方以贪污背信罪列为被告 并遭到限制出警 27号将再次到立法院二次报告 将上一次没有说清楚的 一次说个明白 这场联系朋友组台北报道